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這部 我是主持人鄧信聰 昨天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針對已經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到底對臺灣有什麼好處 經濟效益有多大 以及對臺灣的產業 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帶來的負面效益又有多深 昨天中華經濟研究院 這份報告正式出爐了 出爐結果呢 讓大家覺得很訝異 在兩岸簽了服務貿易協議之後 所謂的對臺灣全部的GDP 實質的GDP呢 恐怕只增加一億美金 一億美金折述台幣 大概就是三十億 三十億到底都是多少呢 如果我們用7-11 統一超商 一年他的營業額呢 是一千三四百億左右 算起來大概就是一個多禮拜 大概就是一個禮拜 7-11的營業額 就是兩岸簽署了服務貿易 所帶來的實質GDP 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那可以提升多少個GDP呢 這個最好的數字呢 是百分之零點零三四 換算下來 就大概是萬分之三左右 在這一個月來呢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呢 在民間 在立法院 在政壇 在產業之間呢 引起非常大的一個憂慮 討論 甚至是批判 可是如果說大家吵翻天 吵了這麼久 帶來的經濟效益 竟然只有GDP的萬分之三 那大家在吵這個東西的意義 又是什麼 真的是非簽不可嗎 簽了之後 真的是得不償失嗎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談一下 兩岸經濟的這個服務貿易協議 對臺灣到底是利大於弊 還是說真的是得不償失 另外我們要談到說 大家說到底這個入資 會不會大量全面的 來到臺灣去投資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層的這些勞工朋友 會不會受到很大很大的衝擊 可是這個問題 似乎不應該這樣問 應該要問的是說 如果說大陸的資金來臺灣之後 掌握到關鍵的一些 包括說印刷中間的一些產業 包括說旅遊 觀光 以及其他服務業的關鍵 這種一條龍的這種產業模式 會不會使得臺灣這種 很多很多所謂的衛星工廠 子工廠 孫工廠 這種群聚效應 可能印一本書 他要一二十間工廠 一二十間的公司 一二十個家庭所開的這些家庭工廠 才能印一本書 如果說大陸資金到位之後 會不會用一條龍的這個經濟模式 打壞了臺灣現在的這種小規模的群聚 效應的經濟結構 今天我們要來好好談這個模式 先來介紹今天在場的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還是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的副教授 李建宏 李老師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狹鬥的印刷業者張永賢 張老闆 周庭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的導遊 陳壽錄 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 等一下包括中經院的副執行長李淳 李老師以及台大經濟系的教授 林向凱 林老師也會參與 我們今天的這場討論 我們先來看看 昨天中經院的這個評估報告 究竟對臺灣是利大於弊 還是得不償勢 經濟部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的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對國內產業的影響 評估報告 提到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簽訂 將使我國總體實質GDP增加最多 一點三四億美元 就位人數增加一萬一千多人 尤其以商品買賣人數成長最多 總評估結果均為正面效益 超外資的待遇 所以超外資待遇是說 他給的優惠是比較好的 所以假設以這種前途 我們實在是很難看出 他對哪些產業會有負面的衝擊 報告內容顯然報喜不報憂 對於產業衝擊評估 只字未提 中經院院長吳中書強調 中國大陸開放給我國的80項超乎外資待遇 很難看出有什麼負面影響 但雖然正向效果多 效益卻不顯著 有待逐步克服彼此貿易障礙 經濟部長張家柱則要大家不要太悲觀 他不相信台灣服務業會因此垮掉 開放大陸的大企業到台灣來 而把我們小企業 尤其是服務業都把它打垮 這一點我也沒有辦法相信或者是接受 我覺得我們不必太悲觀 這份報告是用多國貿易分析模型最新版資料庫 來模擬台灣與中國大陸服務市場開放 以及入資來抬投資只可能效益 來進行量化分析評估 經濟部強調相信中經院的專業評估結果 但這是否能化解全民疑慮或有利 國會審查都還有待觀察 不過在今天有很多學者參加了一場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這個研討會 很多學者在批評說 如果說簽了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大家花了這麼多力氣 國內有這麼多的反彈 跟疑慮的話 只增加GDP萬分之三 謙這是到底要衝傷 我們來看看學者的一些批評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影響評估報告出爐 不只朝野立委對報告內容 質疑報喜不報憂 學者更指出評估報告 採用多國貿易分析模型 得到的結果 當然只有正面效益 而且不當量化 更有失準確性 另外對於創造的工作機會 也不見得是臺灣勞工取得 恐怕是嚴重高估 要間接推估 不只學界提出質疑 對於經濟部報告服務貿易簽署後 預估提升GDP成長率百分之零點零三四 但被民進黨批評成效差不如不遷 經濟部和中京院十六號出面澄清 服務貿協議對中出口 將增加百分之三十七 也會增加就業率 對服務業幫助很大 面對部分學者憂心 服貿協議將造成臺灣服務人才和資金外流 又被掏空的危機 經濟部則信心喊話 服貿協議透過兩岸貿易正常化 漸進式開放 更能讓臺灣與國際接軌 和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融入區域經濟整合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在場有中京院WTO中心的副執行長 李淳 李老師 以及臺大經濟系教授林向凱 林老師 李老師 我先請教你 現在在昨天中京院的這一份報告 出來之後 大家在批評說 聊那麼多天 大家罵得要死要活 然後國內反彈那麼大 結果大家以為說 好歹我們可以拿到很多很多東西 可是昨天中京院的報告 是說我們可以增加實質GDP呢 就大概是九千七百萬美金 到一億三千四百萬美金 如果說要算成GDP的這個 百分比呢 就只是增加百分之零點零二五 也就是萬分之二點五 最多最多就是增加到萬分之三點四 我們剛剛也談到說 一年7-11的營業額 就是一千三百多億 那折合臺幣呢 這個所謂的一億美金 大概就是三十億新台幣左右 那也不過是7-11一個多禮拜的 營業額 炒得這麼多這麼久 民間有這麼多的疑慮反彈 結果只增加這麼少萬分之三 到底要做什麼 不過今天下午我們特別強調 表中經院也發了一個新聞稿說 大家看錯位置 看的不是看GDP 看的是說簽了之後呢 實際的兩岸的服務貿易變化 是多少 臺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 這個服務貿易業呢 會增加大概是四十億左右 四億 四億 四億美金左右 大概就是一百多億新台幣 那會增加整個服務貿易的 這個產值呢 百分之三十七點一九 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中經院認為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意義 不過我們來看看 在昨天這份報告 其他幾個很重要的關鍵資料 我們來看看 對於服務貿易業呢 哪一些產值會增加很多 包括說空中運輸增加的幅度最大 大概是百分之零點五五 然後運輸倉儲業第二 水商運輸商品買賣工商服務 這個是整個所謂的服務貿易業 會因為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簽了增加多少的這些產值 我們再來看看 大家最care 工作機會 中經院認為兩岸 簽了服務貿易協議之後 他會增加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個工作機會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在擔心的是兩岸服務貿易簽了之後 基層的勞工會沒工作 可是中經院跟經濟部 以及跟所有臺灣民眾 講說不會 反而會增加一萬多個工作 增加的這個比例大概是零點一五到零點一六 我們現場有李建宏 李老師 等一下會對這個數字好好的分析 我們再來看看 那到底要不要簽呢 中經院的結論是說 所有的產業評估下來呢 不管是整體的 特別產業 我們一一看過了 效益都是正面的 這個是中經院的一個評估報告 但是幅度其實是有限 那為什麼幅度這麼少呢 理由是說因為兩岸現在開放程度還是相對有限 特別是我國對中國大陸開放程度上 還有很多部門還沒有給等同於外資的這個待遇 兩岸的幅度還是有限 然後呢 因此有待於兩岸未來持續協商 降低貿易障礙 言下之餘是兩岸服務貿易呢 是很重要的一塊敲門磚 讓兩岸之間的自由貿易呢 可以開拓開來 不能只看到這一次 而要看到後續一步一步 我們回到最關鍵的 那是簽這個簽貨大 花了那麼多力氣 只增加萬分之三的GDP 一萬一億美金 有意義嗎 我們為什麼今天強調他的 他的主要利益在於說出口增加 百分之三十七 大概是四億美金 下一頁有提到說 整個產值 大概也會增加 大概四億美金左右 整個服務業的產值 為什麼我說這是關鍵呢 因為我們覺得服務業 在我們的GDP比例很高 沒有錯 可是我們現在談的是 服務貿易自由化協議 是 所以我們在談的是 服務業的淨出口 臺灣的服務業產值 雖然佔了GDP的六成八 沒有錯 可是臺灣的服務業出口 比例其實非常低 以去年為例 我們商品的出口 大概已經到兩千三百億美金 服務業出口 大概四百多億美金 所以我們這邊談的是出口 不是服務業本身的變化 所以當然因為他出口值 佔GDP的比例比較低 那當然在GDP的反應也會比較小 這是技術問題 可是最關鍵其實是 我們最後一個頭影片 就是說實話 我們在幾年前有做過一次評估 就假設說兩岸全面自由化 所謂全面自由化 是包含了正常化都要給予 還要額外開放 所謂超WTO待遇的情況下 GDP成長會到零點五七 我們當時的評估 大概是六百七十七億美金 可是我們回來看 我們這次評估是按照實際的兩岸協議的開放內容來評估 坦白講 臺灣雖然開了 說開了六十四項 其實裡面還有二十幾項 還沒有等同外資 即便是這四十五項 也不過就是給等同外資的待遇 也沒有所謂超WTO 是 而且更關鍵的是三個很重要的行業 這次兩岸基本上都沒有相互開放 第一個是電信 第一類電信 佔了我們三的 三percent的GDP 基本兩岸 中國沒有跟我們額外開放 我們是對他完全進行 我們大概一步一步來談 所以李老師你認為說 雖然說這邊的數字不大 可是這邊臺灣服務貿易的出口 會有很大很大的增加 我看到一個潛力 沒有錯 可是我就一個門外漢的角度來看 我有一個數字感覺怪怪的 就是我也能說 如果說那個臺灣出口到大陸的 服務貿易的這個產值 可以增加四億美金 其實對臺灣是幫助很大 可是這邊是增加四億 那為什麼總的GDP才增加一億 我想問的是說 中間三億是不是因為這個兩岸 服務貿易簽了之後 反而對臺灣的產業受到衝擊 兩箱抵銷才會變成這個數字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所謂 四億美金的出口值的變化 跟整個GDP的 也就是譬如說 所得 總所得的影響的比例 因為服務貿易 在我們GDP的比例比較小 我剛剛講服務貿易 就是進出口 不是服務業本身 我不是談比例 我就談那個數值而已 對 我就是說 這邊增加四億美金 那為什麼這邊只增加一億 主要就在於說 從事服務業出口的業者 對我們現在來說 就整個服務業來說 相對還是比較少的 就是可能絕大部分的服務業 都是在提供本地 在地的服務 並沒有從事所謂貿易行為 所以雖然是四億多 可是他對整個產業 在整個GDP裡面 比例還是很低的 Ok ok 我想請教林老師 所以你怎麼樣看待 李老師談到的是說 這邊數字雖然不大 可是這邊的數字是很重要 這邊看起來 就對臺灣很有幫助 所以我想整個中金院的 我們先從中金院他的整個評估報告是怎麼做的 因為這個服務貿易自由化 他跟商品貿易自由化完全不一樣 是 他講的不是降低關稅 他講的市場開放 市場開放在這個服務貿易協議裡面 他有四種模式 等一下會講 但是這個市場開放 不是降低關稅 但中金院怎麼評估 中金院就把它硬把它量化 量化為這個關稅的降低 貿易成本降低 是 好 你這個是關鍵 你這個怎麼量化 現在臺灣開放運輸業 或開放美容 那請問那個等同於關稅下降多少 不知道 是 所以你要檢視這個結果 結果為什麼很奇怪 他其實關鍵就在這裡 他怎麼量化 但是他從來沒說明 就像個黑箱一樣 好 第二個 中金院在講 增加一萬多個工作機會 這怎麼算的 因為他先算一個 用他們的什麼多國模型 算一個對民間消費 對國內投資出口什麼影響 再轉換為一個 算對就業機會影響 但是在第二階段要估算 對工作機會影響的時候 他做一個非常極端的假設 假設什麼 臺灣永遠處於一個充分就業的狀態 什麼叫充分就業 今天美容業 因為中國的美容業來臺灣 讓他失去工作機會 他明天馬上可以到電子商務業 找到工作 這叫充分就業 只是說每一個人都有工作 可能職位 職份地方不一樣而已 我想這個同樣的問題 在上一次EGFA架構協議的時候 已經我們都講了 他還是用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模型 我想他整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商品貿易自由化 講的是關稅降低 他講的開放 中國說我要承諾協助你電子商務 或是取得這個時日承諾而已 取得ICP的或這個這個許可證 是 但是請問這個在中經院怎麼量化 OK 是降低多少貿易成本 不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整個服務的提供跟商品不一樣 他多數無形的商品 OK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一個黑箱 上次同樣的錯誤 到現在沒改 用同樣的模型 做同這個假設在哪裡 怎麼算出來的 所以我想主持人不懂 我大部分也不知道 連我經濟學家我也不太清楚 他們在算什麼 把那個最根本的假設講出來 為什麼你要做一個充分就業的假設 你剛剛講我就懂了 我稍微解釋一下 黑箱的部分 我必須要先理清一下 我能夠瞭解剛剛林老師談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之前在談關稅貿易協定的話 譬如說我要到大陸出口一臺腳踏車 他給我扣二十趴的關稅 那現在如果是貨品所謂的貿易的話 我是二十趴關稅少掉 我很簡單 我的成本大幅降低 我可以賣更多的錢 這個算得出來 可是服務貿易是說 好 現在如果大陸的美容業要來臺灣 其實這不是關稅的概念 是他能不能進得來 他的競爭力有多少 我們現在說臺灣的工具機 或者是其他的印刷業 可以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也不是談的關稅的問題 是我們是不是真的能過去 過去之後是不是真的能算到錢 這個其實跟李老師 在這幾次的談論之後 我們也談到說服務貿易要用一個經濟模型來去計算 是非常非常困難 沒有錯 完全是非常多 貨品貿易很容易計算 我們有太多經濟模型 服務貿易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經濟學家那麼神說 我可以預測明年後年三年之後 兩岸之間的服務業彼此的競爭力 誰強誰弱 沒有人算得出來 所以林老師談的是更 很根本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勞工的部分 等一下請李老師一併回答 包括說不管你要回答 黑箱的部分 或者是整個方法論的一個錯誤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勞工 李老師在這邊 中經院的報告是說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對服務業就業不會有負面的 帶來的是全然是正面的 正面的部分 總就業人口是可以增加 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個人 到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個人 算得很清楚 成長的幅度是百分之零點一五 到零點一六 其中商品買賣業增加最多 大概可以增加五千多個 臺灣本土的就業機會 然後公共行政教育 醫療跟其他服務業 可以增加兩千多個人以上 運輸倉儲 工商服務業增加一千個人以上 我想請教李老師 如果按照中經院的這個報告 基層勞工不但不應該反對 而且應該要舉雙手雙腳 歡迎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 是 我想這個很好 這個我我今天下午詳細看中經院 這個報告 老實說在就業人數增加 這個一萬一三千八百人 這個怎麼出來的 我看了之後有點驚訝 就是說他報告裡面很明確的寫說 這個增加了一萬多人 是用兩千零六年推估出來的就業人數 做基礎的出 出值 是 然後進一步再來去推估 算出來 總共服務業 這要加三個字 服務業增加的總就業人數是一萬一千三百 那我就要問了 我們中經院報告裡面 很明確講到他自己也知道 用兩千零六年基期資料 來來做推估 是是有點說不過去 說明明白報告講說 這個我們在今年主計總處 調查的臺灣服務業 所有的就業人數是多少人 是七百二十九萬九千人 可是兩千零六年中經用來推估 的那個就業人數出值基礎值是多少人 七百四十萬五千人 然後他報告裡面還說七百四十萬 跟七百二十九萬 明明差了十萬多人 他說兩個數值非常接近 我說十萬多人 難道還能夠說是非常接近嗎 然後用這個 已經高估了十萬多人的就業人數 做出值來推估 出來說得了一萬 增加了一萬一千三百 多的就業人數 那這個我就要想 你用一個比較多了十萬人的做一個推估出值 推出來的一萬一千三百多的就業人數 這個不是也要調整 把它這樣調整回來一點嗎 我聽說這個應該沒有這麼多吧 OK OK 李老師 所以就 這不是一個很 而且在這裡的寫法 那個中間的報告一開始跟結論都說 總就業人數增加一萬一 這個其實他的報告裡面前面我要幫中 軍稍微講 他前面說服務業 可是後面沒有加服務業三個字 所以我第一次看 也有點滾搖 以為是總就業人口 以為總就業人口增加零點一五 所以如果你如果 而且我昨天晚上 今天早上看 很多媒體都寫說 我們的就業率 照中間報告增加零點一五 person 我說我怎麼算一萬一都不會增加 總就業率零點一五 應該只有零點零九 後來我看的報告才知道原來是服務業 不過這個可能是wording的部分 這個可能是 這個是一個wording 文字上的一個 我最後十秒 他這個零點一五 就算是服務業增加零點一五 person 可是他那個母數 還是用兩千零六年的七百四十萬 做分母 我重複一下李老師剛剛說法 其實我覺得今天好像有一點是學術研討會 就是好像在審中經院的這個論文 到底合不合格這樣子 李老師說法很關鍵 這個所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可以增加一萬多 可能這個數字的計算基礎 是用兩千零六年 那個時候服務業的人口 中經院是用七百四十萬去算 可是現在的服務業人口 是只有七百二十九萬 中間就差了十一萬 結果你用一個錯誤的base 去計算推算出來說 可以增加一萬多 你的根本就是錯的 你推算出來的數字 當然是不可信 勞工數字的部分 黑箱作業 方法論的問題 那個非常謝謝林教授 跟那個李教授的指教 第一個我想先回答黑箱的部分 我們其實在報告裡 講得非常清楚 剛才林教授說的 我們怎麼樣去推算 這個約當關稅 這個其實在我們報告裡 降稅 協議前的關稅是多少 約當關稅 因為剛才大家都講 服務業沒有關稅的概念 可是G-Type是一個從衡量 這個商品貿易演變出來的 一個模型 所以為了遷就這個模型的限制 我們必須要讓他轉換成一種 關稅的概念 我們叫做約當關稅 我們這邊講得很清楚 每一個行業 協議簽以前 約當關稅是多少 協議簽了之後 降稅幅度的約當關稅是多少 那這樣協議簽了之後 兩岸還沒有生效 那怎麼來做約當關稅呢 我們就是以香港目前面對中國大陸的 服務業的約當關稅 作為一個我們目標制 可是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簽的程度沒有那麼自由 所以我們當然要做些挑戰 細節我不談 細節在我們的報告裡 其實是都有充分的說明 也許事後我可以再提供 那個林教授一本 那我要談到就是說 其實剛才那個李教授提到 我們很多的問題 我確實G-Type就是這個模型 他本身有很多的限制 包含他的行業分類 因為他包含了一百三十四個國家 所以他不可能在裡面包容 每一個國家的行業分類 所以他用的是聯合國的一個行業分類表 這個聯合國的行業分類表 還要再對應到臺灣的行業分類上 中間一定會有些偏差 所以為什麼剛才教授提到 就是說那個七百四十五萬 那個七百四十五萬 是因為這樣子的行業計算的偏差 推估出來的七百四十五萬的就業率 那個也是用G-Type模型算出來 所以他沒有辦法完全精確的對應到臺灣實際統治的七百二十九萬人 可是關鍵不在七四五或者是七二九 而在那個成長的幅度 所以成長的幅度是零點一五到零點一六 假設我們今天說把BASE換成七百二十九萬 還是這個零點一五我們就成長這個成長的幅度 那出來就會有個新的就業人數 如果我們要遷就 但是這個遷就就會變成說 那個模型的結果有點扭曲了 因為我們用的七二九 不是模型所推導出來的一個就業人數 所以我們如果控制所有的變數的話 成長幅度才是最重要 我們現在如果是還是這個成長幅度 那如果說因為我們BASE可能會有一點不同的話 他可能 人口大概一千人一兩千人的 就大概還是一萬到一萬二左右 對對對對對對對 沒錯 他會稍微下降 下降一點 下降一點 沒有那麼多 對 可是無論是說一萬一萬一一萬二 總之都還是那個plus的 都還是正面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要反對嗎 我再講一點 各位知道那個我們今年主計總處告訴我們 今年五月 全臺灣的就業人口 是一千零九十三萬多 可各位知道去年的五月 臺灣的總就業人口是一千零八十三萬 就一年內我們增加十萬就業人口 這個跟服務貿易協議 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不簽這個 我們也會增加到這個數字出來 這個數字是十年之內增加那麼多 不是每年在增加 大家注意 十年增加那麼多 十年增加一萬 十年增加一萬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服務貿易自由 這服務協議裡面 他是允許人員可以移動的 所以這些人數 對國內勞工而言 不是 你是看得到吃不到 這代表是本土勞工 在國內創造的工作機會 不是國內勞工都可以享受 第一個 第二個 因為他人員可以移動 所以這個數字是十年之內才一萬多個 比較簡單 不是說真的非常完整的研究 可是不管是對印刷業來講 對觀光旅行業來講 都是正大於負 都不認為說 大陸的資金來臺灣開放之後 會導致於印刷業的愛宏配影業 會導致於旅遊 觀光 旅館 飯店業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我想先問一下那個張老闆 所以你在最煩惱的一點是什麼 因為這 抱歉 剛才那個高雄拿的數字 實在說我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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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因為我跟我們一個所謂來說 就是說 一樣的營業 不一樣的規模 使用的人也不一樣 比較大規模的經營 譬如說他做十億的營業 跟這十億分的中小企業 他才使用的另外 絕對不一樣 尤其中小企業用的人一定會比較多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因來是大規模的經營 不是用我們中小企業的經營方式 這種情況 例如說臺灣那個老公他不會失業 我也是煩惱 感覺這真的有在擔憂 他如果說因為他所使用的人 我相信一定會減 我們沒辦法對我去增加那個營業 你怎麼提供這些人的職業機會 這是我的議員 再來就是說 我們跟他簽 對我印三業來說 不公平的那個台服 這點 我相信 你當時我也有幫你提供 就是說他帶來 他對文化術業這塊 他都沒有開放 但是我們印刷業跟文化術業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是文化術業 我們是 比如說 我們可以 如果去帶來 可以開放 讓我們 替他們出版業的服務 我們要替他們借助 這跟他們的文化術業無關 這應該是要盡量盡處 這大概的情況是這樣 我大概這樣理解張老闆的話 張老闆 我們是都在那裡 設置島 設置島 現在不管是合法非法 地上地下的工廠 大概有多少 這個整個印刷業上下有 差不多有三百間做 三百幾間 我們來看看印刷業的這個流程 印錢的部分 包括你要接Case 接了Case之後 你要審稿校對打字排版文案的部分 對 接下來沒編嘛 你沒沒牌版 看一看 對不對 要版面編排 繪圖 然後商業攝影 正片的處理 這印錢處理好了 這開始要來印刷 先完稿 文字圖片處理 標設 特殊加工編設 然後分設製版 你要拼了小版 再拼大版 然後要打樣 打樣之後 再印刷 印刷這個製作過程 ok之後 印後還要加工 你不是說一本切的 黑白就可以賣了 你要上光 要燙金 然後要壓型 要裝訂等等的 大家以為這是一間公司做的 不是 這可能是十幾家公司做的 每一間都要幾六間 一間差不多幾個完工 我們印一本書 可能是十多個工廠 那十多工廠 就是十多家的公司 就是十多個老闆 背後可能是幾十個 所謂的這些家庭 賴以為生的 我們這個叫做群聚的效應 那現在大家擔心的 不是說好印刷出來 他在所謂的大量的 這個什麼字板 這部分把我們打死了 大家擔心的是說 如果他有一個比較大的經濟規模 南柯林資本的都是幾百萬 頂多一兩千萬 他如果來個一億兩億三億 他可以一條龍 把這個整個包起來 我接case 我可以用很低的價錢去接嗎 我在排版這邊給你賺錢就好 對不對 我只要一個部門賺到錢 可以cover我其他部門的這個開銷就可以 可是臺灣現在不是這樣 他每個地方 每個環節都要賺錢 對 沒問題 如果說他用這邊 譬如說我這邊降價 這邊降價 然後用這邊來去賺的話 那臺灣會面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們這種群聚結構的經濟模式 會因為大陸的資金規模太強 我們可能會導致很多很多的工廠家庭 沒有經濟收入 這個是我們政府想像的到 因為政府到現在為止 都說不會有那麼大量的人來投資 市場已經飽和 可是他不需要來個十家 二十家三十家 他只要來個一家一條龍 把他吃下來 我們就都整個死了 李老師 好那個 張老闆 我們之前碰過 我先聲明 我不是在替政府辯護 所以那個他做不好的地方 確實我們應該要吃出來 譬如說剛才過去對印刷業 我覺得關懷的程度是不夠的 即便到現在 很多時候我們提出來很多 我們經營的困難 我覺得就是我上次講的 牛頭不對麻醉 沒有呼應 特別是我們印刷業 很多在呼籲說政府要去中國 要他多開一些 他現在那個所謂整合一條龍的部分 這開了一小小部分 沒辦法發揮效果等等 這些我覺得都還有強化的空間 可是回過 我先看那個張老闆 剛剛提到那個失業的部分 因為說實話 我們看到好幾個行業 理論上這個投資增加 是這個把柄做大效果 也就是說理論上生意數會變多 所以確實 我覺得會有個別的行業 回到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會有個別的行業 會或是廠商 會因此受到一些影響 那這時候其實政府應該要出來建立信心 就是說我們現在到底有哪些輔導措施 譬如說他們用上下游整合 我們有沒有可能由政府來協助 上下游整合 我們有沒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幫助 我覺得今天政府要說的是這一塊 就是所有的FTA 不可能說每一個人都很高興 就像我們看到台紐裡面 是 農業會受到一些影響 是 可是影響不重要 重要是這些影響 政府準備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否認 說印刷可能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否認是 可能是 不過李老師 但是要有什麼樣措施 我們也完全沒有認為說 中經院就一定要為政府講話 或者是辯護 可是因為這一份報告 是由中經院所評估的 因此我要問的一點是 中經會會不會忽略了 現在整個經濟結構的一個差異 對 中經院可能是個別的 就是說我們這個不會輸 那個也不會輸 可是中經院忽略了說 我們現在並沒有上下游產業整合 那現在如果說 他一個上下游產業整合 那可能不是中經院所認為說 印刷我們這個打得過他 然後這個打得過他 可是中經院沒有看到說 我們這個是所謂的各自為政 閃兵游泳 他來了是一個正規軍 那個衝擊 我同意啦 你們算出來嗎 這個按照現在的模型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模型看來是整個的服務業 他裡面包含了幾百種的服務業的 類似行業 所以他談的是一個產業 譬如說我們印刷業 可能是在工商服務業 工商服務業除了印刷以外 可能還有外面幾十種的行業 所以這個模型 他裡面的運作結果會得到 就是說就這個產業來說 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 所以我剛剛才說 這是模型顯現出來 從產業觀 他是利大於弊 可是如果我們下降到行業別 或是說個別的廠商別 模型沒有辦法顯現出來 個別廠商會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這個是模型的限制 所以我剛剛才說 這個產出來的是 就總體產業是利大於弊 可是我們不能 個別行業 我們不能否認個別的行業 可能會受到影響 林老師 我們為什麼今天特別要講 不管是印刷業的一條龍 等一下我們好好談 所謂的旅遊觀光業的一條龍 是因為這一兩個月來 政府都跟我們講說 不會 第一個 臺灣不管印刷旅遊 或其他的這些旅館 美容市場已經飽和了 不會 因為臺灣的服務技術 服務態度是遠大於中國大陸 不會是因為中國大陸 不會有那麼大量 規模那麼多 數量那麼龐大的資金人員 來臺灣導致行業的衝擊 可是大家都沒有看到是說 我們是一個叫做 純粹自然自由市場經濟 我們是一個非常規模小的服務業 就是大概就是一個老闆 然後帶個三四個員工 大家在打拚的 可是如果說是一個 兩個大規模進來 那個衝擊不是中經院所評估的 我想問的是說 一條龍的那個模式是不是真的 現在我們最擔心 不過我舉個例子 為什麼一條龍 其實大家擔心 因為大家看起來說 中資 中資來臺 中資就是跟我們民間企業 什麼差別 但是中國確實很少 所謂純民營企業 都大量接受官方的補助 然後有特權經營 所以這一些企業來臺灣 我們臺灣在報告裡面說很清楚 是一個接近競爭狀態的一個市場 競爭狀態什麼意思 我進入很容易 沒有什麼門檻 我進入以後 我講觀光業 觀光業現在還沒有開放以前 其實中有中資背景的旅行社 就透過甲港資 他去買了臺灣幾家 經營不散的旅行業 旅行社 好 他進來以後就開始破壞行情 為什麼 他的遞接費 就臺灣 付給臺灣 接團的費用 壓得很低很低 那這個時候在地的旅行社 就兩條路 一個你退出嘛 你不做中國觀光客的生意 第二個你就跟他拚 拚到最後 看誰耗得久 這樣一下來的話 但是你會問 那他把遞接的這個團費壓那麼低 那在中國他組團的費用沒有降 所以這一些他開始都可以 因為有這個獨佔 他的利潤變高 然後他用他的非常豐厚的資本 進來以後 那我們這些中小企業 小型 中小型的旅行社 是 誰可以支撐那麼久 他有沒有評估 沒有 等到這個我們在地的產業 已經 行業已經被打散了 他開始展現他獨佔的力量 這個是大家很關心的 我想觀光業或旅行業 也非常非常清楚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觀光客 已經在臺灣形成獨買的力量 是 你不做他的 你要只好做別的 別的比較小 這個就一條龍 然後運輸也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越來越清楚說 為什麼民間的反彈那麼大 因為特別是看到 所謂的大陸觀光客 進來臺灣之後 大家以為哇 水漲船高 這樣子 可是事實上這幾年來 大陸觀光客 那麼大量的進來臺灣 到底有多少的基層民眾 吃到這塊大餅 我們舉了一個例子 其實在那個網路上 很有名 這大陸的一個觀光客 他來臺灣非常多次 後來他有一次參加了 這個跟團 這個網友呢 叫Tiger Wu 就是你如果到PTT去看 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們來看看他的所謂的 哭笑不得的環島八日遊 第一天出發 下午五點到松山機場 然後到兄弟飯店 對面的餐廳去吃飯 然後吃的當然是非常不太好 然後住在所謂的板橋旅館 紅色的部分 我們看到就是所謂的購物行程 包括新竹去買這個化妝品 然後去日月潭 當然就是說那個跑得比馬還快 然後睡得比吃得比豬 還爛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看到 他大概八天之內 有將近十幾個所謂的 在錶上的 要去shopping 我想問的是 所謂的一條龍是 大家以為陸客來之後 他可以住臺灣人開的飯店 吃臺灣人開的餐廳 租臺灣人開的遊覽車公司 買臺灣人開的這些特產 或者是所謂的那些珠寶 通通錢都留在臺灣 可是很顯然 這一個 Tiger Woods 他的這種 很多人跟他一樣的行程式 從他在中國大陸 組團的第一天開始 他的團費 是給大陸的旅行社 他的機票是大陸轉走 他下到臺灣的機場之後 包括遊覽車 可能都有入資在裡面 他要去住飯店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 不管是有星級的 還是觀光旅館 都是所謂的港資 或者是中資 現在買下來 他去買的這些 名產異品店 大部分可能都是有中資 在背後 然後利益回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他去吃的飯店 餐廳 可能也都是被中資的利益去拿走 這個叫做一條龍 我想請教瘦富大哥 現在的情形真的是這樣嗎 我不是經濟學家 我也不是老闆 我是一個旅遊業者 但是我想說當初開始開放觀光的時候 大家都憧憬很大 剛開始有沒有賺到錢 絕對有賺到錢 什麼時候才開始沒有賺到錢 就是港資進來之後 才開始沒賺到錢 以前的一個人的美金 至少可以一天來玩 大概有一百多塊的美金 現在聽說到一天 現在只做到十八塊 十七塊美金 都在做 十八塊 對 還要讓大 還要讓車 還要讓坐車 對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新聞有炒個很大的問題 中國大陸欠臺灣的旅遊業 將近有五十億 這個錢到底討回來了沒有 這些旅行車有的 到底是還在的問題 那為什麼進來之後 但是現在這個服務貿 我看到了 那個旅行業 那個對兩岸服務貿 開放旅行車市場的一個問題 現在他只跟我們說 旅行車業只說 只開放大陸的旅行車來臺灣 只能經營國民旅遊 對 不能經營出國的 不能經營大陸來臺的旅遊 臺灣在國民旅遊的市場 幾乎都是小企業 都是很小 很多是附屬在很多 比如說我們說熊叉 鳳叉 這種是一個都是很小的單位 更多的是那種小間的 比如宇宙旅行社 甚至甲州旅行社都有在做這些東西 好 那其實市場大不大 一年大概有一億多的旅遊 但是我們換算裡面的資料裡面來講 這些一億多人的裡面 占不到五趴是找旅行社的 所以市場大不大 不大 旅行社能夠做的都生意多不多 因為大部分透過是自己旅遊的 是 自己找飯店的 那你大陸來開放這個 他真的是要這塊市場嗎 我猜猜想他怎麼可能會要這塊的市場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Tike World的這個東西 從大陸進來之後 參加的這整個是一條龍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不怕日本人 為什麼不怕美國人來臺灣開 美國人在 或是日本人在臺灣開很多旅行社 但是為什麼 有聽說我們跟他有糾紛嗎 有什麼任何問題嗎 很少 都沒有啊 但是為什麼 因為大陸來的時候是一條龍 航空公司他的 遊覽車也是他的 飯店也是他的 現在最重要是shopping店 大陸現在這塊市場 其實飯店跟餐廳賺的不多啊 一桌一桌吃一千五的一千二的 那個一餐下來 還要八菜一湯一個水果 我請問一下這個利潤還有多少 還要招待司機領隊導遊吃飯 這樣哪有呢 最重要是哪個地方 就是購物站 義品店 義品店 那個利潤才會嚇死人 那都是放在開 那都是放在開 據說很多都是港資 我那天聽到一個消息就是 臺灣的臺灣人的生意怎麼做了 做了贏港資 那港資後面是不是有錄製 這我們不得了解 比如shopping店 我來跟你簽 比如說我給你 我給你比如說三十趴好了 對不對 但他有辦法開 開口道我給你五十趴 五十五趴 你說就是回庫commission 對 這還不夠效的 我最近聽說 還有一個厲害 某港資的 某一種店 比如說我就先嚇你 嚇一百萬兩百萬 我請教 我們臺灣人 不能說在港資的義品店 隔壁 我開一間臺資的義品店 跟你拚 拚他過嗎 但是我港資的義品店 你每一間都會說 我一個月等一下 你還要來的時候 我先等一百萬兩百萬 放在公司 你來的時候 要來靠雍金過去了 我們臺灣的資本 有這麼錯誤嗎 就尊重 譬如說我們高山茶 他如果不會穿二塊 我們不會八百 他還是不會帶團員來跟你商品 因為他當初都說好了 都說好了 我只能放在公司 所以李老師現在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談 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是 好像是一個斯文的毒蘇人 我們是自由市場經濟 我們大家說 反正你就是自由市場 跟他拚就要緊 我們是毒蘇人 我們手才拚 結果他拚刀拚錢 亂不跟你拚 當年年底 或是今年年初 你這個旅行社 馬總統有來跟我們 開了一個旅行社業的 一個同位 馬總統有跟我們旅行社業者講說 他知道這個問題了 瞭解這個問題 所以要簽雅曼服務貿易 不是 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 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來看看旅遊業的 所謂的一條龍模式 到底是怎麼樣 而對臺灣的經濟 帶來多大的一個衝擊 去年來臺旅遊的人次 多達七百三十一萬多人次 成長幅度達百分之二十 其中陸客成長最多 超過百分之四十四 達到兩百五十八萬多人次 一年三千四百億的觀光收益 有一半來自陸客 看似商機龐大 不過其中六七成 早就掌握在港資業者手上 港資的旅行社 其實因為他們的手法 比我們細膩 而且也跟大陸接觸的比較久 所以他們的量大概是在 全額觀光客人數 大概有十分之六七左右 大概都經由他們的手進來的 旅遊業者說 目前陸客來臺的利潤 已經被中港資旅遊 及購物業者賺走 未來中資進入臺灣 將搶走更多客源及利潤 業者更分析 國內很多中小型旅館 早已經成為中資標的 而中資入主 入股 就為了經營陸客市場 一旦福貿協議生效 中資從旅行社 遊覽車 飯店 餐廳到購物店 一條龍的經營模式 衝擊將更大 在旅行社的部分 我們對大陸到臺灣來 我們開放他們只能開三家的 三家的旅行社 那旅行社的這個執行的業務範圍 是限於就是臺灣我們境內的旅遊 但是我們可以到大陸去開旅行社 就沒有三家的限制 沒有數量的限制 面對旅遊業者的憂慮 陸委會主委王雨琪說 我方限制中方僅能有三家旅行業者來臺投資 且只能經營國民旅遊 中方則沒有限制我方業者到中國的家屬 中國市場大 此次開放對臺灣有利 不過當中國資金大舉入臺 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臺灣旅遊與觀光業 真的擋得住嗎 所以李老師我們剛剛花了好多時間 談所謂的一條模式 不管是印刷業 不管是旅遊觀光業 我們想談的就是說 是不是政府完全忽略了 政府以為說是要對等的 這個經濟規模 對等的這個產業 對等的來的加速人數 才會對臺灣造成衝擊 可是如果從旅行觀光業的部分 或者說臺灣現在印刷業 這個群聚結構的部分 我們會擔心 他不需要來到四家 五家 六家 七家的旅行社 他來三家 掌握你關鍵的 他可以控制很多很多的變數 臺灣去那邊 你被控制的變數是更多的 臺灣在這邊呢 你反正是自由市場經濟 你到那邊不是 你會有很多很多人為的 政治的這些不可控制的因素在 我想問的是 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我們有能力打嗎 剛才宋璐兄也提到 就是說那個現在我們絕對比較擔心的 倒不是說要來三家錄製的旅行社 而是說他這個一條龍的這個結構 到底要怎麼打破的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之前 有有一些討論過 就是這個一條龍的現象 確實是存在 那當然我們我們可以很就法研法說 那反正市場經濟嘛 那他的資金也沒有合法 他也沒做什麼違法的事情 我們又怎麼能介入呢 這就要帶到就是說 所以我剛才一直強調說 政府怎麼樣建立信心 就是說第一個要承認問題 第二個要提出解決方案 就是說不能再講說 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尊重市場 因為這個問題會導致說 他可能是個非常個別的 就是旅行業或是印刷 比較特定的行業 他的結構造成 可是現在如果我們不解決他 他會醞釀成 好像大家都覺得說 每一個行業都有類似的問題 是 可是回到旅行業來說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懂得 就是說怎麼玩這個遊戲的規則 譬如說剛剛林教授提到 很多的所謂開放以外的 這些潛規則存在 就是簡單的說 中國大陸我們一直都把它稱 叫做開大門關小門 開大門就是在政策上是開放 關小門就是說 執照不容易取得 取得之後 要給你找 那我們 江振 我們是開大門又開大門這樣子 我們是失誤的讀書人 這是應該是稱讚 但是我覺得面對中國大陸 我們確實要開始瞭解 就是說我們必須也要用 可能要有一些開大門關小 我們 我先說 我們事實上已經有這樣做 只是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對外說 他覺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看到那個中藥批發 實際上來申請了四家入資 其中兩家被拒絕了 真的通過只有兩家 其中一家資金 後來決定不來 最後到位只有一家 那兩家為什麼被拒絕 那一定有很多這種考量 可是我們都不好意思 覺得說好像會打壓外資來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入資不是外資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能都都有相當的共識 那對於這個怎麼這麼特殊的入資 我們是既然有狠的情況下 怎麼樣去用同樣的遊戲 規則來陰陰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人政府要好好談 不過我們必須談說 李堅宏李老師今天記得一篇 他在上午研討會寫的一個文章 我覺得非常非常大的關鍵 為什麼印刷業這麼擔心 為什麼美容業這麼擔心 為什麼旅遊觀光業這麼擔心 很重要是政府沒有跟我講說 如果我受到衝擊 你要怎麼幫助我 政府是跟你講說 不會不會 你不用擔心 我就真的很擔心 你不告訴我 你到底要怎麼幫助我 我們來看看美國的案子 美國其實就是一直在講 貿易自由化 就是要消除所有的關稅 他是追求完整 全部的貿易自由化為目標的 可是他當然也知道說 對國內衝擊怎麼辦 美國在兩千零九年 就通過了一個貿易與全球化法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正式立法 適用範圍 原本是說對製造業的衝擊 擴大到對服務業 甚至對工部門的勞工衝擊 你都可以去申請補助 原本是說直接衝擊 譬如說這次開發印刷 印刷衝擊 沒有開放出版 出版是間接衝擊的 美國在零九年就說 間接衝擊 你也可以幫助他 補助他 然後申請門檻 本來說一間工廠 超過三名勞工 才可以去申請補助 然後在零九年之後說 只要同一個產業 譬如說張老闆 你的產業一間一個人 另外一個印刷業的兩個人 你就可以申請補助了 還有很重要是說 如果你因為這個自由貿易 譬如說兩岸簽服務貿易協議 你沒頭路 然後你再去做同樣的工作 薪水減少二十趴 譬如說呢 你原本薪水是五萬 現在你在就業只剩四萬 少掉二十趴 政府在零九年之前 就會補助你 零九年之後 公說零九年的時候 門檻太高了 要再降低門檻 說只要你超過五十歲以上 你的薪水低於原本的工作 我在張老闆這邊失業了 然後我到李老闆那邊工作 我本來五萬 然後後來賺四萬八千塊 我超過 我少了兩千塊而已 政府可以補助我一半的差額 所謂的透過立法來去協助 受到自由貿易衝擊的產業勞工 那臺灣怎麼做呢 臺灣我們來看看 臺灣沒有法源 臺灣有一個所謂的行政規定 叫做兩千一零年的時候 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資源方案 這是一個行政措施 不是一個正式的立法 在一二一零年的時候 在編了一一年的預算是十億 這是特別預算 換句話說每一年有沒有 不知道 就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一個情形 因此在沒有法制化的情形下 臺灣政府沒有辦法在調查評估 衝擊溝通協調跟業界 或者是說衝擊之後輔導救濟 這個都沒有辦法法制化 救濟的管道 只有勞工 只有老闆 可以去申請救濟 但是工會勞工團體 是沒有辦法為這些受創的產業 去申請救濟的 然後你要去輔導他就業協助 緩不計及 如果你要去申請救濟津貼 他有非常多的審查門檻 這也是為什麼民間會這麼擔心 兩岸的服務貿易協議 我再請教李老師 所以你擔心的就是這一點 因為臺灣沒有辦法真正面對 會受到衝擊的產業跟勞工 是 我覺得最重要一個重點 我早上講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要去跟 譬如說跟中國談這個協議前 你總要先調查評估吧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很抱歉 李老師 就我們中紀院的報告 才剛剛出來 可是已經簽了 這個是老實說 我很少看到其他新年國家 這樣做的 第二個 你在談的過程 對受 受衝擊的產業 你要開放影響受衝擊的產業 你總要跟他談吧 那我昨天才看到 經濟部的次長說 對 這個很好 外界建議這很好 我們要建立一個標準作業流程 只是以後我們再談的時候 以後再來談 我們跟業界談的時候 要請他們簽保密條款 我說這個 你還是只要想 你只想用一個行政措施 你為什麼不去像美國那樣去立法 美國的法律 那個法律是說 你剛開始要談的時候 談的過程 談完了 你的那個都要去跟國會報告 然後過程要跟業界溝通 是 那最後輔導救濟 你談完以後輔導救濟 我們現在那個措施 要分三階段 調整階段 輔導階段 最後才救濟階段 你一定要每個階段走完 我說我們臺灣這裡受衝擊 中小企業比較多 你都要走完三階段 才給他輔導 他就都要倒了 這緩不計劫 我還請教張老闆 簽進前到底有找你去講 沒有 你最沒有也是臺北漫哈頓攝殖子島重要的場面 老實說 我跟這句話說 只知道要開放 開放什麼 不知道 開放下去都是什麼 我們很不了解 都沒有政府廣告員去參與說 有說 但是聽不懂 聽不懂 因為說也是這幾天才在說 這幾天才在說 簽進前都沒有問 簽進前完全都不知道 林老師 你對福茂最大最大的批評 擔憂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的福茂 我剛剛講是開放市場模式 兩 臺灣跟中國之間開放的模式 是完全不對等 中國很少 因為這個服務有一個特色 他可以跨境服務 是 跨境提供 但是中國對跨境服務的開放 非常的少 他開放比較多的是允許你設立商業據點 那臺灣是兩個都開放 所以會導致一個 其實大家沒有注意到產業會外移 為什麼 你假如看我臺灣產業 我可以跨境服務的話 我要在臺灣投資嗎 我在臺灣投資設立營運據點 我只能提供臺灣 是 我不能向中國提供服務 但是我在跑到中國去投資營運 我在中國市場又大 我又可以回來服務臺灣的 我說以後我們的資金會外移 人才會外移 會導致服務業的空洞化 所以這一步的服貿協議 其實對個別企業有利 你看馬政府講的 你對產業有利 對自然美 對什麼蔓都的美容有益 但是對小型的美容業者完全無 所以他整個就是最根本的地方 他忽略掉開放模式不對等 他只是在算 中國對我開放八十項 我們對他開放六四項 我們贏 賺到了這樣 但是他忽略掉 牛跟馬是不能 不是不能視為同類的 他把牛馬視為同類 蘋果 也不能這樣對比 李老師 最後時間都給你 謝謝 第一個我要說明一下 跨境提供確實是服務業提供一種方式 可是絕大部分的服務業 沒有辦法透過跨境方式提供 電子商務能賣的東西就是那些 比如說我們觀光旅遊 人一定要來 我們印刷人 這個機場 廠房一定要在 所以像教育大概也很難 當然可以用線上學 但是那個受到限制 那回來就是我剛剛完全贊同 剛剛李教授提的 就是說我們要提升這個救濟 即便我們今天按照我們的評估 或是按照大家想法 他是一個總體而言利大於弊 可是我剛剛一直強調 我們個別的行業還是會受到衝擊 即便是美國也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是 所以我們要加以法制化 而且可能要簡化那個程序 才不要讓說這個制度在那看得到吃不到 否則那個衝擊評估很難過關 即便編了幾千億的預算 我拿不到那個酒機 所以如何讓那個門檻降低 然後把它法制化 我覺得才是讓大家覺得比較安心 在尊重或是支持大局的情境下 但是個人還是要很安心 我覺得這兩個之間要求你 因為這兩個人不太難以為對 今晚十一點 新侏羅技騎兵就在公視頻道 正在自己遠離危險環境 正在自己遠離危險環境 拒绝毒品与性诱惑 世界和平妇女会 与您一起守护 请少年健康 王羿之书法神笔 快雪石擒铁 对焦国宝的细节与美感 就在共识网路商城 不怕那么长时间满忘记 然后你要来就来 又走就走 他的自主就受伤了 想要请我帮忙 所以你答应 所以你告诉我 怎么会没有芒果做的东西 泰国的芒果缺货 台湾芒果那么多 用台湾的不行吗 一会儿还有机会见到你 周六晚间九点 没有名字的甜点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